Hello 大家好 我是Alan 做手工 你看看 這是什麼 是呀 狗 貓頭鷹 怎麼做呢 我們需要下面這些材料 你看看 就是一個廁紙筒 用膠水 剪刀、膠水和膠紙 我們要 你看看我們今天做一個 橙色的 我們要做一個橙色的貓頭鷹 做一個橙色的貓頭鷹 用一張橙色的紙 黑色的紙和白色的紙 是做它的眼睛 還有這個 是用來做它這兩顆紙 OK 好了 那我們開始做了 首先呢 這個 貓子筒 我們不需要那麼長 你看看 剪一些出來就可以了 剪一些出來 這些就不要 按扁出之後呢 然後 然後 抹它下去 抹得平均些 這樣 這樣 這樣抹它下去 切一下 這邊也是一樣 挖它下去 這邊也是這樣 挖它下去 那邊是挖進去 是不是好像包禮物似的 這樣 這邊也是這樣 好像個禮物包 我們想要一隻橙色的貓頭鷹 我們要這樣包著 大概是這麼長 要長一點 剪出來了 包著 貼著一邊 是不是穿在中間 貼著它 然後再把它轉過來 用膠紙 貼著另一邊 兩邊沾好之後 把它放進去 像這樣 一樣 放進去 好像包禮物似的 我應該先放進去 我應該先放進去 這樣我就用膠紙貼著兩邊 是不是 好 好了 然後 我放一張東西在這裡 那你就看得清楚一點 好 像不像 然後我們要做個眼睛 眼睛 用一張白色的紙 白色的紙 剪兩個圈出來 好像兩個圈那麼大 是不是 打算煎 剪兩隻眼睛 哇 好像大了一點 我們剪小一點 好 漂亮嗎 在這裡 不夠軟 把它轉一下 有兩個眼睛 好 好 然後呢 就剪兩個 黑眼珠 我用一張黑色的紙 剪這兩個黑眼珠 是嗎 好 我們剪好兩個眼睛 就黏著它 黑眼珠 黏著這個白色的大眼珠 就是那種黑眼珠 你會有兩個眼珠 就是這隻眼珠 這個白色的紙 就黏著這個紙 其實是一種黑眼珠 就黏著這個紙 就是這張黑眼珠 就黏著這個紙 就是這張黑眼珠 就是這張紅色的紙 就是這張的紙 貓頭鷹通常雙眼睛很大 然後還有嘴巴 這個嘴巴可以用黑色的嘴巴 剪三角形 剪三角形 剪小一點 然後呢 貼上去 就可以了 然後呢 還有一堆翼 我們又要用黑色的紙 剪兩堆翼 剪一堆翼 不是兩隻翼 一堆翼 我們來剪這裏 這裏好嗎 先看看 翼翼呢 大概是這麼長 一隻 兩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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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一張子切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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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貓頭鷹那對翼都很大 是嗎 大概是這樣 嘩 好大 仔細一點 好 猫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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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這邊 靠水切那邊 黏完左邊黏右邊 這樣就不怕掉下來 還有什麼 還有猫頭鷹的 前面那兩顆 我們用這個 或者你可以 剪 用紙 剪兩個圓圈放在這裡 都可以的 不過我喜歡用 這個Pie Cleaner 我就已經轉好了 這樣一顆 然後 再捲多一顆 不是這樣捲 這樣捲 就可以了 這樣 捲大一點 再捲一點 有用膠水 再捲上去 一顆 兩顆 是否覺得多了這兩顆扭 這兩顆扭 比較靈性 這樣呢 這個就做好了 那我們黏一條繩 下去 方便我們拿著它 好嗎 用膠水 用膠水 用膠紙 黏住它就可以了 黏住它 黏住它 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做 或者叫大人幫你剪紙 今天就做貓托鷹 下次再跟你做其他好玩的手工 拜拜 拜拜